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而丰富散 再来希望顾光一个背影玩的一处 竟然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过去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 对没想到吧 我也是偶尔能哲学一下的 就是我心思啊 我看过那么老些的恐怖片 那到底啥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恐怖呢 渐渐的我就发现 好像只有那些你看不见的东西 才能带来真正的恐怖 因为有些东西你越是看不见 就越让人感觉害怕 比如你空空荡荡的钱包 和遥遥无期的桃花运 以及那离你越来越远的茂密长发 还有呢 完了前一阵呢 我看了一部电影 刚好就跟我的思考不谋而合了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来跟大伙 白话一下这部 美国科幻惊悚恐怖电影 《隐形人》 电影刚一开始 一个大妹子 从大house中的大bide上 尿窍的醒来 咱们就叫她翠花啊 只见翠花从床底下 摸出一瓶名叫蒂西盼的药 我简单的查了一下 这个药对治疗失眠很有效果 那这个药实际上是用来干啥的呢 是翠花用来要她老公铁柱的 当翠花发现铁柱已经熟睡了之后 她就开始偷偷懵懵准备跑路 要说翠花家的大house 那真是了不得呀 里边各种高精尖的仪器 翠花收拾好东西 解除了警报 换了身衣服 中途还踢翻了一个狗粮碗 终于要逃跑了 结果发现自己的小狗 眼巴巴的盯着她 翠花不忍心呢 寻思姐姐虽然没法带你走 但是我得把你脖子上的电机环给摘了 结果又不小心的 把车的警报给蒸小了 翠花撒哑了开撩啊 之前约好的亲妹妹开车来接她 结果这个时候 铁柱突然散线开大 一拳捶爆车窗 虽然最后制止翠花未遂 但是她捡到了翠花掉落的药瓶 接着画面一黑一亮 两周之后 翠花已经住在了朋友小黑甲 但很显然 她还是没有从恐惧中缓过来 连走出家门都不太敢 翠花妹来找她 给翠花长得再生气 说我都告诉你八百遍了 别来别来 铁柱很有可能跟踪你找到我 你值不知道 翠花妹妹说不可能了 因为铁柱已经自杀了 那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呀 铁柱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光学领域的科学家 同时也是个变态控制狂 从翠花他们家住的地方 和随处可见的监控就能感觉得到 她对翠花吃啥 穿啥 甚至想啥都要管 管的翠花都不想做人了 而且铁柱想要个孩子 翠花饺子如果有了孩子 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恐怖 于是就偷摸的吃避孕药 后来翠花饺子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终于决定要逃离变态的魔爪 现在好了 变态死了 而且还给翠花留下了巨额的遗产 有铁柱的弟弟铁蛋负责跟女主对接 铁蛋说她放弃争夺遗产 全给翠花定期转账 也就是说 翠花发财死老公 生活眼瞅着就要好运来了 但是聪明的同学看一眼进度条就知道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翠花跟小黑还有小黑闺女的生活 看似是其乐融融 但是背地里却意外频发 先是厨房的炉灶 莫名其妙的自己调成大火 险些尿成火灾 接着晚上睡觉 被单被抽走 上面似乎还站着个人 在一切搞得翠花是贼拉崩溃 但是小黑安慰她说 是她太紧张了 翠花听这话都快逼也去死了 心思关没关火 我可能是忘了 但是我睡觉脚底板子 蹿不蹿风 我还能整错了吗 第二天翠花调整心情去面试 决定要重新融入社会 结果又出岔头了 明明记得是装好了的 医院做了血检之后 告诉翠花 她是因为摄入过量的地气盘 才导致的晕倒 对 就是开头她给铁柱下的药 而她之前丢的那个药瓶 现在正摆在她的洗手台上 吓不吓人 吓不吓人 你就说吓不吓人 翠花找到铁带 说我知道你哥妹死 你赶紧让他停止对我的精神霸凌 铁带说 I got to kill me 我哥的骨灰可是满满当当的摆着呢 咋的还非得我给你办碗饭 你才能相信呢 但翠花坚持认为铁柱妹死 她假如铁柱是光学家 肯定是想到了隐形的方法 注意哦 点题了 但是铁带却说 我哥最牛的地方不是她的发明 而是她的POA术 她最擅长的就是控制别人的心 与其费劲巴拉去发明啥隐形的法宝 她啥也不发明 就能让你以为她隐形了 那不是更屌 而且早在她遇见你之前 我就是她的控制目标 论辈分 你还得喊我一声前辈呢 所以我跟你一样恨她 你放心吧 我看过她的尸体 她真死了 所以你赶紧振作起来 面对恐惧 Oligate就完事了 翠花牛脸去找她妹 结果她妹却说 翠花给她发了封邮件 里边的内容是疯狂输出 极致嘴臭 所以要跟她断绝姐妹关系 翠花想解释 但是发箭箱里边 清清楚楚的放着一封邮件 解释谁信呢 小黑的闺女看着痛苦的翠花 行事来安慰一下吧 结果一个没注意 啪就挨了一个大耳雷子 小黑闺女以为是翠花打的 这给小黑气的呀 其次你这个疯老娘们 胡起来居然连自己人都打 我们马上给你滚出去 于是带着闺女就走了 家里就剩了翠花自己 翠花心事 我也不能太任人宰割呀 于是试探性的拨通铁柱的电话 结果铃声就响了 翠花爬上阁楼 发现了铁柱的手机 自己被偷拍的照片 和之前找不着的设计作品 然后她还破油漆 让铁柱短暂的陷了行 没错 铁柱真的隐形了 但是紧接着翠花就跟跟溜溜球似的 让隐形后的铁柱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的一顿捂着呀 翠花奋力挣扎逃出了家 叫了个车 说师傅 开 往城市边缘开 把车窗都锁起来 用速度换一点痛快 于是司机就这样子的 带她痛快了一宿 一直开到天亮才到 原来翠花是要回她的大house 翠花在大house里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啥 一件麻麻来来 跟黑头成精似的隐形衣 翠花赶紧把衣服藏起来 但是刚藏好 她就被铁柱给发现了 最后靠着家里的狗狗的拖延 翠花再次逃出了大house 她当即决定要联系老妹 好在老妹也属实很nice 愿意出来见她 但但是 正当翠花想要把一切的真相 告诉老妹的时候 一把大刀是横空飞起 老妹被当场抹拨 而翠花也被误会成是凶手 当然更加晴天霹雳的是 翠花她居然怀孕了 铁袋来见翠花 翠花以为她是来给自己当律师的 结果铁袋却说 我来是想告诉你 接下来的遗产你拿不着了 因为这笔遗产之前不是有约定吗 如果你犯罪了 这遗产分配就自动解除 我知道你还在资助小黑的闺女上学 但是没有办法 除非你愿意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回到我哥的身边 而且铁袋还说 你以为我哥不知道你在吃避孕药吗 其实他早就把你的药换了 死心吧 认命吧 这个世界没人能逃离他 这番话给翠花气的呀 你哥杀了我妹 你还指望我能给他生孩子 当晚翠花就用藏起来的钢笔个外 说我这就一尸两命 让你啥也得不到 果然呢 一直潜伏在旁边的铁柱 马上就出手制止 翠花说 哈哈抓到你了 然后光光一顿捅 捅的铁柱都现行了 这神奇的场面刚好又被工作人员看见 可惜能空手砸车窗的老爷们 战斗力实在是太强 一堆人加一块 手指他都不是个儿 而且铁柱还威胁翠花 说你再继续反抗我 我就会去伤害你在乎的人 比如小黑他贵女 翠花吓完了 姐把枪抢辆车就要去救人 路上还不忘通知小黑 有一属意啊 这点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翠花应该没想到 身为警察 一身大肌肉的小黑 居然也被铁柱吊打 好在翠花及时赶到 胖胖几枪就把铁柱给干倒了 但是在摘下头套的那一刻 震惊 折磨少女的邪恶隐形人 居然不是铁柱 而是铁袋 哎我去了 你说你哥一个科学家 体格的这么好 已经很不合理了 结果你一个律师 居然体格的也这么好 咋的你俩是海尔兄弟啊 从小只穿裤衩练出来的 接着警察开始进行调查 结果是铁柱被绑在家里的地下室 而这一切的幕后真凶就是铁袋 为的就是侵占铁柱的财产 虽然翠花可以被证明无罪了 但是翠花坚信 这绝对都是铁柱设的局 于是他打电话给铁柱 主动要求见面 结果铁柱见到他之后的表现 竟然显得异常绅士 甚至为了翠花主动下厨 做出一桌满汉全席来 饭桌上铁柱不断深情款款的表白 说我邪恨你啊 你是我的唯一啊 我要好好跟你过日子呀 翠花说过日子行啊 但是你得跟我说句实话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铁柱说这一切都是铁袋干的 他控制了我 而另一头 小黑其实正在暗处监听着这一切 翠花说着说着就开始哭 铁柱就开始哄 说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受 但是我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 毕竟全世界只有我最了解你啊 翠花听完不哭了 说我要去洗把脸 女头走了 紧接着监控画面中 铁柱突然拿起刀 割了自己的喉咙 翠花洗完除了看见这一幕 吓得嗷嗷叫 赶紧打电话报警 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后退 等退出了监控范围之后 他冷静地坐下 直勾勾地看着铁柱 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再然后 小黑也赶到现场 看到翠花包里装着那件 他之前藏起来的隐身衣 他就明白是咋回事了 电影的最后 是翠花一人一狗 带着一脸的解脱 洒脱地离开了大house 这部电影豆瓣评分7.3 我个人角着呢 有那么一点点的偏低 虽然说他的情节 看起来好像有点老套 就是一个女性复仇的故事 但是电影的诗听语言 我角着做得很出色 从头到尾都有很多精彩的小细节 把那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恐惧 渲染得非常到位 就比如女主独自一人站在门口 她的脑袋后边居然会有哈气 还有沙发上逐渐消失的屁股印 等等等等 这种留一点点小线索 让观众越琢磨越害怕的桥段 还是很有意思 完了呢 我还在电影里发现了一个小彩蛋 就是这个 没错 《隐形人》的导演 就是当年电剧惊魂的编剧兼主演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忘初心了 行 那这期就先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